李勇走哈文发声周涛被骂志明作家忍不住说,别把家事变天下事,李勇走后的几天,哈文发声,谢谢大家,我和女儿会坚强,需要时间,这可能是哈文对于那些怀念李勇的粉丝说的,没想到引来吐槽。 这是李勇同事周涛,在李勇走后没几天发自拍没照晒好心情,结果被粉丝吐槽他没有人鞋,好歹同事一场,这个时候发自拍被吐槽欠考虑,对于周涛可能是莫名其妙的,很多人也是对此褒贬不一,一部分网友表示,难道李勇死了,全天下人要跟着哭吗? 对于哈文的发声,当然也是引起了不小的波动,但是这位作家看不下去发声,是怎么回事呢? 他表示哈文没必要再发声了,毕竟人在美国,一直对国内发,这样做不好吧,没必要将家事变成国是天下事。 对于刘显达的发声和吐槽,网友也是包扁不一,很多人支持也有人说他吃不到葡萄,说葡萄酸的。 刘显达到底是什么人?他标签是著名作家,网友说这个作家肯定没用,感觉跟宋祖的好像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